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用-b后面加文件名 可以用来判断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但是光存在还不行 它必须还要是块设备文件 -c还要是字符设备文件 我们说过在linux当中 我们文件类型是七种 那块设备文件 字符设备文件 包括链接文件 链接文件其实不算是特殊的 块设备文件 字符设备文件 管道符文件和套接字文件 这都是我们特殊设备文件当中的这样的设备文件类型 这四种文件类型其实建的很少 系统当中有 也不需要你去操作 那家伙都是系统的默认的配置文件 那所以我们常用的可能就是我 标栏的这几个 最多加一个杠大L 判断它是否是链接 但是最常用的就是这三个 第一个是用杠D来判断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同时这个文件还要是目录 如果存在并且是目录返回值是真 杠E的意思是只判断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只要存在就是真 不管它是文件还是目录 还是其他的这些特殊设备文件 只要存在就为真 杠F的作用是 判断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并且判断它是否为普通文件 那怎么利用这几个选项呢 我们还没有讲 那我们来看看 有两种格式 两种格式 用哪种都行 第一种 Test 后面加我的判断语句 也说判断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或者是用中括号 中间注意 这个地方必须有空格 空开中间跟判断语句 用来判断这个格式是否存在 而判断刚一我们说是否判断它是否是文件 而是否存在 那我们试试 那我们试试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哎呀我这student前两节课 我们做实验的这个文档还在 所以呢 我们可以test st1-1stu 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怎么没有 返回结果 原因是我们可以通过Doll问 来判断上一条命令是否正确 哎呀我们讲过Doll问了 Doll问代表上一条命令是否执行正确 返回值如果是零代表正确 返回值如果是非零 比如说我判断一个不存在的文件 这个文件铁迪没有 那这个时候去看到了问 就会返回一个非零 这是第一种 用test来判断 或者我们把判断式 用中括号来括起来 都是可以的 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那哪种格式更符合我们使用习惯呢 我们绝大多数的学员可能认为是上面这种 因为这是命令格式 但是我们说这种判断主要用在12脚本当中 在脚本当中最常用的判断格式是用中括号 这两种格式 其实现在学的时候没关系 不管拿两种格式 你会用一种就可以 不过我们学员他最大的疑问是 我干嘛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我的文件是否存在 我想要知道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我在这里LS我直接看不就办法 能看到他不就在 看不到就不在 对了 我们用LS这些看的 这是给你用户看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判断格式 是给程序自动来执行的 也就是说他是给程序看 程序不可能说 就算程序可以通过LS的结果来写 看他 然后判断是否存在 那是不是也要自己去写这个程序来判断是否存在 那系统其实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非常方便的语句 直接判断 换句话说 计算机不像人这么智能 或者说 不像人这么感激 人是什么 我眼睛看见了 我就知道 大脑就分析 这家伙在 我要看看这鼠标在不在 或者看看里面这老家伙在不在 我一看不在我就马上知道 但是呢 计算机它是一种非常严谨的东西 你说他不在不行 你必须给我一个判断标准 这个标准符合了 也就是说 里面今天他不在 那计算机我人类来判断 我看一眼不在就可以了 那计算机要判断呢 他就先要扫描这个 这个房间里的所有物体 然后给这每个物体都要分类 然后搞清楚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从而判断 里面不在 最起码不在这个房间 那这才是计算机的计算机 所以啊 如果想要让计算机知道 在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如果没有Test的判断格式 就要像我刚刚那样的 说的 我要先扫描这个目录下的所有的文件 然后去比对 里面有没有一个叫Instagram 有 存在 没有 但是系统已经帮我们写好了判断一句 我们只要直接用它 换句话说 Test的判断是给 程序是 程序很笨 或者说程序必须有符合我的标准 它才能判断它是否存在 标准是什么 杠义就是判断它是否存在 好了 知道了这个判断格式之外 但是啊 我每次判断完 我还需要用Echo Dollarman来输出它这个结果是否正确 很麻烦 那怎么办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吗 双安德夫 逻辑 第一条命令执行正确 第二条命令才会执行 双树杠 逻辑或 前一条命令执行不正确 这条命令才会执行 也就是说 如果我这样判断root是否是一个目录 那如果这家伙是目录 说明第一条命令正确 那么他就会执行第二条命令 会打印yes 那如果第一条命令不是目录 那他是不是就不执行 他不执行 他也不会执行 那双树杠之前的这个命令只要不执行 他就执行 也就是说 通过这样的写法 会变成什么 如果这个文件判断式成立 返回值为真 会输出yes 如果这个判断式不成立 返回值为假 就会输出no 这样做减少了 就说 我可以不用再去手工来判断 所以啊 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一 注意这块要有空格空开 比如说不光要刚一 我还要判断一下 入到下的stu 这个文件是否是普通文件 如果是并且文件存在 i call yes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 或者它不是普通文件 我就i call no 这样的话 看 因为这个文件已经存在 并且就是一个普通文件 所以返回yes 那我如果换一个来 比如说我判断的是 root 这个文件虽然存在 但是它不是普通文件 所以返回值是no 通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简化我们人为来判断 它的返回值的方法 所以我待会后面的例子 全都会用这样来做 全都会这样来做 好了 这是第一组判断 判断文件类型 最常用的就是这三个 这些 这些确实都用的很少 我们只要知道这几个就足够 那好 除了可以判断文件类型 我还可以判断文件的权限 我标栏的是常用的 判断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同时拥有读权限 如果有读 返回为真 如果有写 返回为真 如果有执行 返回为真 这几个是用来判断这个文件的特殊权限 SUID SGID 和SBIT权限 那用的也不多 我们常用的就是读写之行 那 我们来看看 我们都知道 看 student是拥有写权限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判断 -w root下的student 如果返回 如果这个文件有写权限 我就可以返回 YES 如果没有写权限 反回 那我们都知道 这家伙 有写 所以会返回YES 不过你小心 用这种方式测试 它就不像我们用肉眼看的那么准 啥意思 它是不管所有者所属组 其他人 这三个身份 只要在三个身份当中 有一个人有写权限 它的反回值 就会运回 而不会去区分 它不会分那么细 是所有者有写权限 还是所属组有写权限 还是其他人有写权限 不是 不行 那如果想要这样来判断 就必须手工自己来写权 写权本 齐取这个关键字 然后呢 判断这里面有没有写 如果有 它为真 如果没有 就为假 但是 它自带的这个 只能判断 有没有写权限 但是不能判断是哪个身份 好 这是按照文件权限判断 也不难 啊 还可以干嘛 进行两个文件之间的 比较 -nt 判断文件一 是否比文件二新 它指的是修改时间 判断文件一 是否比文件二旧 如果旧 很好理解 两个文件的修改时间 两个文件的修改时间 做判断 一个比一个新 如果用-nt 它就会返回为真 n是new 对吧 t是time -ot呢 这个就是 如果比一个比一个旧 它会直入真 很好理解 但是这里 它判断 文件一和文件二的 i know的号 是否比较 还是否记得i know的号 也就是i减点号 我们再讲系统安装 再讲文件系统 这个文件系统管理的 是都说过 每一个文件 都有它自己的i know的号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 文件的id号 那 我们说 如果我做了一个应链接 文件一和文件二 做了应链接 它们两个的区别就是 两个文件的文件名 可以随便看 它不像软链接一样 它有自己的标志 但是 我只能通过判断 它两个的i know的号 从而判断 它两个是不是同一个文件 比如说 我这里 有这样一个文件 我做应链接 把路上下的 student链接到time下 改名叫做stu.t 这两个文件 是应链接 但是你如果我仔细去看 你会发现 这两个文件 其实没有任何的标记 它不像软链接 软链接还记得吗 在一切身下 有很多软链接 它会有箭头 标称它的原文件在哪 但是应链接呢 我们就说过了 你们会看到 它们之间 其实是看不到任何标记 那我怎么知道 这两个家伙是应链接呢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支持 杠I选项 来看它的 I写减号 这两个 I写减号 一样 说明这两个家伙是应链接 是同一个文件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呢 这个是需要人为肉眼来判断的 那要想让程序来判断 就可以用杠ES来判断 它两个是否设备和Time下的STU 这两个家伙是不是为应链接呢 如果是 答应YES 如果不是 答应呢 你会发现 它是应链接 好了 这是两个文件之间的第一 也不难 也不难 我这里也是创建一个应链接 然后呢 测试就可以了 换的面上有这样的例子 接下来呢 还可以进行两个数值之间的比例 如果第一个数比第二个数 这个相等则为真 如果第一个数和第二个数不等则为真 如果第一个数大于第二个数则为真 第一个数小于第二个数则为真 大于等于第二个数为真 小于等于第二个数为真 哎 很好理解 我们试试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什么 比如说 我想判断一下两个数 二十三 是否大于 哎 记不住啊 JT 二十二 如果大于 返回YES 否则 返回NO 我们都能看到 二十三确实大于二十二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要写 那么就会返回NO 因为我用的是JT 是大于 我要换成是JT 大于等于 那 他们两个是相等的 所以也会反应会YES 那如果是再换呢 把它换一个更大的 比如说四十 那这时候就会讲 好了 两个数之间的判断 当然我还是这句话 如果是两个是人 他不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 我一看就知道 但是计算机要想知道 或者说我的程序要想知道 就是需要通过 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数值之间的判断 换句话说 这些判断主要还是用来这个针对我们的程序脚本的运行 那除了可以判断两个数 还可以进行两个字串 这个字串是否为空 如果为空反复正 这个字串如果是不为空反复正 判断这两个字串是否相等 判断这两个字串是否不等 那这个字串的这个还是非常常用的 非常常用的 比如说 我给内幕这个边量负个值 它的值是IC 然后判断这个边量是否为空 哎杠Z我们说了是为空反复正 所以它会打银楼 证明这个里面是有值的 这个边量是有值的 那么试试 内幕等于IC 哎边量负值我们讲过了 等号两次不能有空格 没错吧 这个时候呢 杠Z判断到了内幕 这个家伙是否有值 如果有值 反复 Yes 而如果没值 返回Yes 如果有值 返回No 因为我们看啊 杠Z的意思是 唯空 则返回真 那也就说 如果他要返回真 证明这个家伙是空的 但是他返回假 证明这里面有值 但是如果我输一个不存在的边量 比如说 内幕 呃 内幕 呃 内幕布尔的吧 内幕布尔 内幕布尔 他呢 这个家伙是不存在的边量 所以他为 诶 我们用这个方法 试着用来判断 这个变量里面是否有值 这个其实在程序当中非常重要 诶 我们经常会写程序 要求用户输入一个值 呃 比如说输入你的年龄 然后我通过你的年龄 要进行一系列计算 但是我们有些用户很快 他不输 他实在不输直接回车 这个时候我就一定要进行一下 先判断一下 有没有值 如果没有值 直接程序就终止了 后续程序就不再进行 免得程序出现bug 所以这个判断是否唯空 非常非常常见 也非常主要 还可以干嘛 判断两个值是否相等 各位 这个双等于号 他是把这两个值 当成字串来判断 而我们前面这个 我们说用EQ来判断 他判断的是数值 他会当成整形来判断 所以啊 这个只能判断数是否相等 但是如果是用字串来判断 那就不管他是不是数了 哪怕是ABC也是判断 其实我们更习惯于用双等于号来判断 但是你小心 判断两个字符串是否相等 其实可以只写一个等于号 也是可以 但是在判断当中 单等于号代表给变量复制 为了怕搞苦 所以我们进行两个字串 是否相等判断的时候 一般都要写入双等于号 而不是单等于号 习惯了 虽然我们说 你这里写单等于号可以成功 但是不符合我们的操作习惯 我们建议 你应该给我老老实实写双等于号 所以来看看这个例子 负个变量 A负给变量 BB判断这两个家伙是否相等 他不是按数值性来判断相等 而是按字符串行 但是没关系 且硬了这两个家伙不得 所以他的返回指示呢 那我们可以试试 A等于ABC 给他负一个 然后BB等于ABC 给他负一个字串行 相等 注意啊 这个必须有空格 哪 再说一遍 这个地方必须有空格 否则汇报错 一定要用 啊 然后呢 判断 到了A 是否 他的值等于 到了BB 如果等于返回 YES 如果不等于返回 我们能看到 这两个值是相等 所以反 那如果我也可以不两个边量判断 而是跟一个常量判断 或者跟一个不存在 跟其他的ABCD来判断 那他就会正确 好了 这是判断两个字串是否相等 这个也是非常常用的 我们在稍尔脚本当中 经常性的需要判断他的值是否相等 如果等于执行一个条件 如果不等于执行另外一个 好了 最后一组判断就是多重判断 我们用-A 可以连接两个判断式 他的作用是逻辑语 也就是说 判断式一和判断式二都成立 这个最终的判断结果才为止 但是-O呢 是逻辑货 也就是说 判断式一和判断式二 有一个成立 最终的结果就为止 加感叹号注意 有空格 他代表逻辑飞 也就是说原始判断式取反 本来可能是这个这么写 是判断这家伙 相这个 为空返回这个 但是如果我在前面加个感叹号 就是不为空 相当于-N的作用 好了 那么试一下这几个多重判断 我们看看这个 A等级11 判断一下A是否存在 -N存在为止 再接着判断一下 A是否大于23 那明显的11不大于23 所以如果我这样判断 它的返回值是弄 但是如果我变下 把A重新复制变成24 那这个时候 -N它肯定存在 接下来呢 24肯定大于23 它的返回值就会是 yes 好了我们试试 重新给A复值 A等于24 然后呢 判断 -N 判断A是否存在 存在返回为真 那我现在需要多条件判断 同时判断 A A到A 是否 大于 大于这个我老记不住 是大于23 如果两个条件都成立 则返回yes 否则返回no 这两个条件都成立 所以返回yes 但是如果有一个条件不存在 比如说26 它就会返回no 否则就算这块 这个条件成立了 但是第一个条件 比如说我不再用-N 而是用-Z -Z是不存在 这个值不存在 反对真 这个时候就会反对 好了 这就是多重判断 好 各位 这节目我们讲了 Test的测试语句 那么测试语句 不是用户判断 它主要是程序当中 让计算机自动来判断 这个在我们的后续程序当中 会多次用到 它有各种各样的判断方法 比如说判断文件是否存在 判断文件的类型 判断文件的权限 判断文件的这个新旧 还可以判断数值 还可以判断这个字符串是否相当 最后还可以进行多重判断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